她的傷有一樣很有趣 因為她鼻直 她疏疑 所以她做了事情上來 她什麼都忘記了 忘記了吃飯 忘記了喝水 忘記了休息 忘記了時間 嗯 也是 怎會記得她腰不舒服 到她做完之後 就開始覺得 那裡有緊 這裡有緊 原來你 有關節痛 歡迎大家收睇李英才無所不上 師傅 平時你很少說 一位嘉賓說到這麼仔細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有興趣 繼續知道 我們今集這位嘉賓Kienna 她的桃花劫 怎樣影響她的感情 Kienna 不如給你一些機會 你去問師傅你想知道的問題 師傅 你好 其實我想問一下 其實遇到有些男生 我自己都真的覺得不太好 試過有個男生 就說跟我一起 其實他都沒有表明我是他女朋友 但一開始就對我很好 然後就很自然地 拖手 kiss 都做齊了 然後到我問他 究竟是什麼關係的時候 原來最後 他一直都不肯承認我是他女朋友 其實結果我又傷心了 差不多兩年 還有有些會是要求 試過上床 然後才能夠確認關係 當然這些我都會拒絕的 我們這樣看 人的祭遇 我眼中 有五個圈 第一個圈 是相遇 相遇就是 你在一個場合裡面 大家相遇到 好老實 我見過那麼多人 我沒見過首富的真人 沒見過特首的真人 相遇 第二個圈 就是相識 大家在一個伙手裡面相遇了 但不等於我知道你貴成 交換了姓名交換了電話 就相識 第三個圈 就是相交 相交就是大家有往來 第四個圈就是相知 就去到這一點了 相知就是 我和你感情很好 感情交流 甚至我和你再有親密的關係 可以相知 所以 頭四個圈 都是講祭遇 講聯合 但是第五個圈 是相助 還是相害 就是好看你本身自己的復佛 呼聲不望 莫用枕邊貧窟 所以我剛才說 如果你很幸運 你之前 你是受過很大的傷害的話 那這個桃花劫 你會可以避得到 但那時候已經很傷心了 那個不算是劫 相是一個統計 我經常都說 相是甚麼 相是看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你這個相 你這件事 未去到那個劫 那個指數 那就是說你後面 你可以去瓦解的 這三件事你守住 這是第一 第二 你是選一個 是真的失過分的 師傅經常聽說 鼻和呼運有關 而它鼻上面有兩顆蜜 又會不會有影響呢 我這顆蜜的影響不是很大 這是要蜜視 為什麼呢 上書有一句這樣說 面無善之 面無善之 面如碧肉 智如霞 碧肉霞山 智不家 得此其霞 成二蜜 智面妙在 識珠沙 它的蜜其實不算是真正蜜 真正智來的 真的影響它的頸那裡 嗯 嗯 頸這個位置有粒蜜 很深色 你覺不覺得你整天睡在頸 枕頭一差一點 你就睡不到 內部的頸很緊 不舒服 經常肩膀要去膝 肩頸肩頸 這顆蜜就要脫掉 脫不了 我問過 因為近來大動蜜 我知道 現在這樣你就做多些 做多些肩膀運動 其實箭蜜是一個良性的樓 上書沒有提過的藥 面無善致 其實原理就是在醫學裏面走出來 而這個地方裏面的粒蜜 影響它不是很大 還有水痘的影響不是很大 這個位置套掉它是嗎 它影響很大的是臉色 人們說化妝妝看不到 浪費氣了 看你的功力去到哪裡 看不到 師傅 臉色如何 臉色不好 你看不見它的眼套很青 是啊 很大 它不止眼套很青 它的嘴角裏面都很青 嘴角就是這個位置 它長時間 它小染這兩個位置 經常不舒服 尤其在一些特別日子的地方裏面 經常抽筋扯著 這個是看眼套還是看嘴角 看嘴角 嘴角就代表小染 所以醫上本事一格 你問你自己 我們說要苦科病 就是有些月事來得不太好 甚至有些位置的時候 扯著痛 內部有些陣痛 這些東西 這個是第一 第二 它的腰也是不好的 我不知道這條腰是傷過 還是弄傷過 所以你的腰 那個左骨神經裡面 是歪了的 不過我沒有留意 你有沒有留意 你這條腰很累 你這條腰跟別人不同的 別人有些購物忘記了腰痛 購物就越走越過癮 但你那些不是的 你走到上去找地方坐 站得太久又不行 我不是很覺得 這個人坐 有它 是的 這些傷不要等到有嚴重的時候 就覺得 有些腰痛是潛伏性的很重要的 它的傷有一樣的很有趣 因為它鼻直 它衰弱 所以它做了事情上來 它什麼都不記得 不記得吃飯 不記得喝水 不記得休息 不記得時間 都是 怎會記得它有腰不舒服 到它做完之後 就開始覺得 那裡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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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有關節痛 要經常去奧摩 很正常的 因為它緊 我經常都說 學相有四套功夫 第一套 相的資料要完整 有些傻佬以為在相書裡面 可以學到相 其實是廢話來的 相書裡面學不到相 但相書裡面記載的東西 可以輔助你學體相 所以第一 你要有完整正確的資料 第二 學相 你要看得快 你不可以說看很久 還沒找到那樣東西 第三 你的覆蓋範圍要闊 我應該看的就是它的鼻 它的鼻 它的拳搭不搭 它的嘴是否漂亮 好了 頭三樣東西可以訓練 第四 就是殘影記憶 就是 我為什麼搞這個短片 這個短片就是 我想給多些人知道 真正的相法 是要累積經驗 不是拿著本書 那本書就說 哎呀 那怎麼學到相 那本書當然學不到相 找個人 摘一下你 罵一下你 這個對這個不對 那時候他反應就好 不覺 不覺 不覺就不覺 我經常都說 如果說的東西 全部都對的話 那這個世界 哪有人會錯 你這些相 留心一下 那條腰 現在還沒發出來 但是你眼套太青了 眼套太青的人 那條腰一定是有事的 這個是第一 第二 你的相 在工作裏面 你可以很認真去做 但是放了工 你就不要只掛著 你很有趣的 你放了工 你還是掛著 明天怎樣 明天怎樣 後天怎樣 那種的 我會為明天的工作做準備 那個訴求就是想上班 沒有其他 準備好 但是你的生活埋葬在那裡 第三 牙牆 牙牆比別人長很多 牙牆的人 好處就是長命 我保證 你家族一定很長命 譬如說 你有個媽 有個婆 是百多九十歲 那些 都是 這樣也沒算 但是最要命就是這個牙牆呢 你婆婆你媽那些九十幾歲呢 還是不停手做事的 那他們健康嘛 那變成就少了一份福 我們看的九十幾歲 還要日日為錢去想的 那這些不是正常人的福 那她很有錢的 那個是首富 這個是首富 不是這樣看 你是女生來的嘛 女生他們要什麼呢 樹高千丈 樂業歸根 這些都是你的心願 有錢得格債 是 所以就教你 教你的觀念就是 你要學 先定了一個方向 你選什麼類型的人 而不是坐在那裡被擋 第二要學的 就是你選定了之後 跟著呢 你要跟他溝通 不要鬥他那三樣東西 你的相不是沽上 你的相面瘦身肥 腰圓背後 這些相呢 其實只不過是一粒很靚的種子 如果你問我教你呢 第一 不求愛 先求來 有諸內 認諸愛 你不要只在外面 哎呀有沒有人追我啊 先求來 做好自己的送心 翻鄉自己的風蝶來 你在琴棋書畫裡面呢 培養自己的氣質 培養自己裡面那種堅定 那一份自送 你現在足多少歲啊 能不能說呢 三十七 三年之內呢 你會找我和你摘日結婚的 這些相呢 他不會遲過四十歲結婚的 為什麼呢 師傅 因為他的眼睛 他一定會在四十歲之前 三十五歲 太陽位 三十六常梅太陰 中央長三十七 中央三十八 住坑 少陽年當三十九 少陽石衰漢真 他後面這三年裡面呢 他會見桃花 我不用開你的八字 再加上呢 他的相呢 我的鼻不漂亮 有人要加住的 進去避孕呢 你看看可不可以避到 我剛才說過三件事 如果你避到呢 程度會減輕 避孕是幾時呢 避孕是四十一至五十 生根路遠四十一 這些人是傻的 經常說避孕會嫁給貴婦的 相有分地域所限的嘛 東西南北風土耳 必須參加二號世上 你的相如果能夠選一個 是離了婚的男人呢 那你的鼻呢 有很多東西會減輕的 其實你是一個很脆弱的人來的 這些相呢 嘴身得漂亮 說話有厚度 最重要一件事 你對人真是不是差的 只不過呢 你的性格呢 是內向保守 還有呢 你一直保持著 你的委屈不出聲 現在師傅教你 你將來認識男生 你要去說你的話 你不要去做所有事情 才問我這件事 這些相呢 最適宜學體人 嗯 來上課呢 我不是 我不是兜生意 他真的要學體人 你到現在 你三十幾歲還不懂得體人 不要學八字 不要學前門洞教 不要學這些 這些是算人 算是心計 但相不是 相是你裏面 怎樣成長你自己 所以你發覺是兩套功夫來的 最後如果我建議的 我多搞你們兩件事 第一件事 可以發脾氣的 就發脾氣 我試過被男朋友說 已經是我公主病了 我已經覺得 你的公主病是不出聲的 你的公主病是甚麼呢 你的公主病是 服侍我 他會覺得 你的公主病是 黑氣的樣子 然後呢 又不知道你生氣甚麼 有時呢 就在那裡描一下 但是你不是 我叫你發脾氣的說 我生氣甚麼 我不喜歡甚麼 但你不是 你要別人猜 這些就叫公主病 即是要表達自己 因為他的相 他講是講得很 忍悔 忍悔悔 你要講 這件事我不喜歡的 但這件事呢 是我的底線 因為他的眼睛太顧人身邊那些東西 你問你自己 那我覺得有時 也要 take care of別人的感受 就是不要說那些感受 這個是修養來的 但是呢 去到某些位置呢 你要去講 表明 這件事是我的底線 這件事不要鬥 這些是我的家事 不要給意見 但你不是 你那些甚麼 take care 那些甚麼 變成有些東西 你說呢 你是表達用錯了 太過忍悔 會啊 還有你是那些 不開心 你是屈了很久才去講 你問你自己是不是這樣 會啊 會啊 萬幾拍才講 你萬幾拍的話 那樣東西 應該是變成委屈的了 第一件事 你要學表達 你的修養 夠的了 但有些東西 你要學堅定去講 有你的要求 兩口相處的 無所不談的嘛 那要了解是要磨合的嘛 這是第一 第二 要懂得給空間的男人 怎樣給錢你 怎樣買東西給你 又不是要你去要求 就不要說 不要啦 這件事清楚一點 我現在不是貪 但是你懂得給空間 別人去做這件事 你幫人就可以 但你肯定就行了 這件事不用了 我不想煩到你啊 這件事不行了 我自己可以搞定啊 就是這些 因為我見普遍的男生都很介意 對 那些不是好男生來的 兩體啦 我們男生如果是介意的話 就證明他對你的愛有程度 我們不要說到那麼厲害 什麼愛是恨久忍來就欣慈 愛是不就讀不自刮 不張狂 不害羞 不求自益 我們不要說到那麼厲害 但最起碼的話 你有照顧人的衣服 但是呢 你要給一個空間人 人家有照顧你的空間 如果你各樣自己做完的話 那用什麼叫男人呢 那些男人有沒有樣子看啊 就是你剛才說 有 離過婚或者是比較大 我年長十年這樣 那或者有沒有說 四十幾歲那些 那些適合你 但你要看的話呢 你的度是不夠 我不會教你什麼要避直啊 什麼要監門靚那些 不行不行 帶他上來給我看 我經常都說 我一句話 比你走十年於我路 我不是說他的缺點優點 我是告訴你他的特性 然後你去選擇 你適不適宜 從他發展下去 當然啦 如果你愛得很深的話 你不用帶給我看了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Kienna之後帶什麼嘉賓上來 記得留意之後的集數 如果你們喜歡李師傅的頻道 請你們點讚、訂閱 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點擊以下的連結 報導李師傅的課程 下集再見